撒哈拉的故事 结婚季 一 去年冬天的一个清晨,何希和我坐在马德里的公园里。 那天的气候非常寒冷,我将自己有眼睛以下都盖在大衣下面,只伸出一只手来丢面包屑喂麻雀。 何希穿了一件旧的厚夹克,正在看一本航海的书。 三毛,你明年有什么大计划? 他问我,没什么特别的,过完复活节以后想去非洲。 摩洛哥吗?你不是去过了? 他又问我,去过的是阿尔及利亚,明年想去的是撒哈拉沙漠。 何希有一个很大的优点,任何三毛所做的事情,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的行为,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。 所以,跟他在一起也是很愉快的事。 你呢?我问他。 我夏天要去航海,好不容易念书,服兵役,都告一个段落了。 他将手举起来,放在梗子后面。 船呢? 我知道,他要一条小船,已经好久了。 黑苏父亲有条帆船借我们,明年去希腊爱琴海,潜水去。 我相信何希,他过去说出来的事,总是做到的。 你去撒哈拉,预备住多久? 去做什么? 总得住个半年一年吧。 我要认识沙漠。 这个心愿,是我自小念地理,以后就有的了。 我们六个人去航海,将你也算进去了,八月赶得回来吗? 我将大一从鼻子上拉下来,很兴奋地看着他。 我不懂船上的事,你派我什么工作? 口气非常高兴。 你做厨子兼摄影师,另外我的钱给你管,干不干? 当然是想参加的,只怕八月还在沙漠里回不来,怎么才好? 我两件事都想做,真想又捉鱼,又吃熊掌。 何希有点不高兴,大声叫,认识那么久了,你总是东奔西跑, 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,你又要单独走,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? 何希一向很少抱怨我的,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,一面将面包蟹用力撒到远处去,被他一大声说话,麻雀都吓飞了。 你真的坚持要去沙漠? 他又问我一次。 我重重地点了一下头,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。 好。 他负气地说了这个字,就又去看书了。 何希平时话很多,烦人得很,但真有事情,他就绝不讲话。 想不到今年二月初,何希不声不响,申请到一个工作,就正对着撒哈拉沙漠去找事。 他卷卷行李,却比我先到非洲去了。 我写信告诉他,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,况且,我就是去了。 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,无法常常见到你。 何希回信给我,我想得很清楚,要留住你在我身边,只有跟你结婚,要不然,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。 我们夏天结婚好吗? 信虽然很平时,但是我却看了快十遍,然后将信色在长裤口袋里,到街上去散步了一个晚上,回来就决定了。 今年四月中旬,我收拾了自己的东西,退掉马德里的房子,也到西暑撒哈拉沙漠里来了。 当时何希住在他工作的公司的宿舍里,我住在小镇阿庸,两地相隔来回,也快一百里路,但是何希天天来看我。 好,现在可以结婚了。 他很高兴,荣光焕发。 现在不行,给我三个月的时间,我各处去看看,等我回来了,我们再结婚。 我当时正在找机会,由撒哈拉威,意思就是沙漠里的居民,带我一路经过大漠到西非去。 这个我答应你,但总得去法院问问手续,你又加上要入籍的问题。 我们讲好,婚后我两个国籍。 于是我们一同去当地法院问问怎么结婚。 秘书是一位头发全白了的西班牙先生,他说,要结婚吗? 哎,我们还没办过,你们晓得,此地撒哈拉威结婚是他们自己风俗。 我来翻翻法律书看他一面看书,又一面说,公正结婚。 啊,在这里这个呀,要出生证明,单身证明,居留证明,法院公告证明, 这位小姐的文件要由贵国出,再由贵国驻蒲公使馆翻译证明。 证明完了,再转西班牙驻蒲领事馆公正,再经西班牙外交部,再赚来此地审核,审核完毕,我们就公告15天, 然后再送马德里你们过去户籍所在地法院公告。 我生平最不喜欢填表格办手续,听秘书先生那么一念,先就烦起来了, 轻轻地对何希说,你看,手续太多了,那么烦,我们还要结婚吗? 要?你现在不要说话吗? 他很紧张。 接着他问秘书先生,请问大概多久我们可以结婚? 咦,要问你们自己呀? 文件齐了就可公告,两个地方公告就得一个月,另外,文件寄来寄去嘛,我看三个月可以了。 秘书慢吞吞地将书合起来。 何希一听很急,他擦了一下汗,结结巴巴地对秘书先生说,请您帮忙,不能快些吗? 我想越快结婚越好,我们不能等。 这时,秘书先生将书往架子上一放,一面飞快地瞄了我的腰部一眼。 我很敏感,马上知道他误会何希的话了,赶快说,秘书先生,我快慢都不要紧,有问题的是他。 一讲完,发觉这话更不伦不类,赶快住口。 何希用力扭我的手指,一面对秘书先生说,谢谢,谢谢,我们这就去办,再见,再见。 讲完了,拉着我飞云似的,奔下法院三楼,我一面跑,一面咯咯笑个不停,到了法院外面,我们才停住不跑了。 什么我有问题,你讲什么吗? 难道我怀孕了? 何希气得大叫。 我笑得不能回答他。 二。 三个月很快地过去了。 何希在这段时间内努力赚钱,同时动手做家具,另外将他的东西每天搬一些来我的住处。 我责备了背包和相机,跑了许多游牧民族的帐篷,看了许多不同而多彩的奇异风俗,写下了笔记,整理了幻灯片,也交了许多撒哈拉威朋友,甚至开始学阿拉伯文。 日子过得有收获而愉快。 当然,我们最积极的是在申请一张张结婚需要的文件,这件事最烦人,现在回想起来都要发高烧。 天热了,我因为住的地方没有门牌,所以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,每天都要走一小时左右去镇上看信。 来了三个月,这个小镇上的人大半都认识了,尤其是邮局和法院,因为我天天去跑,都成朋友了。 那天我又坐在法院里面,天热得像火烧似的,令人受不了。 秘书先生对我说,好,最后马德里公告也结束了,你们可以结婚了。 真的?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场文件大战已结束了。 我替你们安排好了日子。 秘书笑咪咪地说。 什么时候? 我赶紧问他。 明天下午六点钟。 明天? 你说明天? 我口气好似不太相信,也不开心。 秘书老先生有点生气,好似我是个不知感激的人一样。 他说,何夕当初不是说要快,要快? 是的,谢谢你,明天我们来。 我梦游四地走下楼,坐在楼下邮局的石阶上,望着沙漠发呆。 这时,我看到何夕公司的司机正开吉普车经过,我赶快跑上去叫住他,穆罕默德沙里,你去公司吗? 替我带口信给何夕,请告诉他,他明天跟我结婚,叫他下了班来镇上。 莫罕默德沙里抓抓头,奇怪地问我,难道何夕先生今天不知道明天自己要结婚? 我大声回答他,他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。 司机听了看着我,露出好怕的样子,将车子歪歪扭扭地开走了。 我才发觉,又讲错话了,他一定以为,我等结婚等疯了。 何夕没有等下班,他一下就飞车来了。 真的是明天? 他不相信,一面进门一面问。 是真的? 走,我们去打电报回家。 我拉了他,又出门去。 对不起,临时通知你们,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明天结婚,请原谅何夕的电报,长得像写信。 我呢,用父亲的电报挂号,再写,明天结婚三毛。 才几个字。 我知道,父母收到电报,不知道要多么安慰和高兴,多年来令他们受苦受难的,就是我这个浪子。 我是很对不起他们的。 喂,明天你穿什么? 何夕问我。 还不知道,随便穿穿。 我仍在想。 我忘了请假,明天还得上班。 何夕口气有点懊恼。 去吗? 反正下午六点才结婚,你早下班一小时,正好赶回来。 我想,当天结婚的人也可以去上班吗? 现在我们做什么? 电报已经发了。 他那天显得呆呆的。 回去做家具,桌子还没订好。 我的窗帘也还差一半。 我真想不出何夕为什么好似有点失常。 结婚前一晚还要做工吗? 看情形,他想提早庆祝,偷懒吗? 那你想做什么? 我问他。 想带你去看电影,明天你就不是我女朋友了。 于是我们跑去唯一的一家五流沙漠电影院,看了一场好片子,希腊佐巴,算作跟单身的日子告别。 三。 第二天,何希来敲门时我正在睡午觉,因为来回提了一大桶淡水,累得很。 已经五点半了。 他进门就大叫,快起来,我有东西送给你。 口气兴奋得很,手中抱着一个大盒子。 我光脚跳起来,赶快去抢盒子,一面叫着,一定是花。 沙漠里哪里变得出花来吗? 真是。 他有点失望我猜不中。 我赶紧打开盒子,撕掉乱七八糟包着的废纸。 花。 露出两个骷髅的眼睛来,我将这个意外的礼物用力拉出来, 再一看,原来是一副骆驼的头骨,惨白的骨头,很完整地合在一起。 一大排牙齿正,呲牙咧嘴地对着我,眼睛是两个大黑洞。 我太兴奋了,这个东西,真是送到我心里去了。 我将它放在书架上,口里嘖嘖赞叹。 爱,真豪华,真豪华。 何希不愧是我的知音。 哪里搞来的? 我问他。 去找的呀,沙漠里快走死了,找到这一副完整的,我知道你会喜欢。 他很得意。 这真是最好的结婚礼物。 快点去换衣服,要来不及了。 何希看看表,开始催我。 我有许多好看的衣服,但是平日很少穿。 我伸头,去看了一下何希,她穿了一件深蓝的衬衫,大胡子也修剪了一下。 好,我也穿蓝色的。 我找了一件淡蓝细麻布的长衣服。 虽然不是新的,但是它自有一种朴实优雅的风味。 鞋子仍是一双凉鞋,头发放下来,戴了一顶草边的阔边帽子,没有花。 去厨房拿了一把香菜,别在帽子上,没有用皮包,两手空空的。 何希打量了我一下,很好,田园风味,这么简单反而好看。 于是我们锁了门,就走进沙漠里去。 有我住的地方到小镇上,快要四十分钟,没有车,只好走路去。 慢慢的黄沙,无边而庞大的天空下,只有我们两个渺小的身影在走着,四周寄聊得很。 沙漠,在这个时候,真是美丽极了。 你也许是第一个走路结婚的新娘。 何希说,我倒是想骑匹骆驼,呼啸着奔到镇上去,你想那气势有多雄壮,可惜得很。 我感叹着,不能骑骆驼。 还没走到法院,就听见有人说,来了,来了。 一个不认识的人,跳上来照相。 我吓了一跳,问何希,你叫人来拍照? 没有啊,大概是法院的。 他突然紧张起来。 走到楼上一看,法院的人都穿了西装,打了领带,比较之下,何希好似是个来看热闹的人。 完了,何希,他们弄得那么正式,神经吗? 我生平最怕装目作样的仪式,这下逃不掉了。 忍一下,马上就可以结完婚的。 何希安慰我。 秘书先生穿了黑色的西装,打了一个私领结。 来,来,走这边。 他居然不给我擦一下脸上流下来的汗,就拉着我进礼堂。 再一看,小小的礼堂里全是熟人,大家都笑眯眯的,望着何希和我。 天啊! 怎么都会知道的。 法官很年轻,跟我们差不多大,穿了一件黑色段子的法衣。 坐这儿,请坐下。 我们像木偶一样,被人摆布着。 何希的汗都流到胡子上了。 我们坐定了,秘书先生开始讲话,在西班牙法律之下,你们婚后有三点要遵守。 现在我来念一下,第一,结婚后,双方必须住在一起。 我一听,这一条简直是废话吗? 华天下之大击,那时我一个人开始闷笑起来,以后他说什么,我完全没有听见。 后来,我听见法官叫我的名字三毛女士。 我赶快回答他,什么? 那些官里的人都笑起来。 请站起来。 我慢慢地站起来。 何希先生,请你也站起来。 真露苏,为什么不说,请你们都站起来。 也好省些时间受苦。 这时我突然发觉,这个年轻的法官拿指的手在发抖,我轻轻碰了一下何希叫他看。 这里沙漠法院,第一次有人公正结婚,法官比我们还紧张。 三毛,你愿意做何希的妻子吗? 法官问我。 我知道应该回答是。 不晓得怎么的,却回答了好。 法官笑起来了。 又问何希,他大声说,是。 我们两人都回答了问题,法官却好似不知下一步该说什么好。 于是,我们三人都静静地站着,最后法官突然说,好了,你们结婚了,恭喜,恭喜。 我一听这拘束的仪式结束了,人马上活泼起来,将帽子一把拉下来,当山子扇。 许多人上来与我们握手,秘书老先生特别高兴,好似是我们的家长似的。 突然有人说,咦,你们的戒指呢?我想,对了,戒指呢? 转身找何希,他已在走廊上了,我叫他,喂,戒指带来没有? 何希很高兴,大声回答我,在这里。 然后他将他的一个拿出来,往自己手上一逃,就去追法官了,口里叫着,法官,我的户口名簿?我要户口名簿? 他完全忘了,也要给我戴戒指。 结好婚了,沙漠里没有一家像样的饭店,我们也没有请客的预算,人都散了,只有我们两个,不知做什么才好。 我们去国家旅馆住一天好不好? 何希问我,我情愿回家自己做饭吃,住一天,那种旅馆,我们可以买一星期的菜。 我不主张浪费。 于是我们又经过沙地回家去,锁着的门外,放着一个大蛋糕,我们开门进去,将蛋糕的盒子拿掉,落下一张纸条来新婚快乐合送的是何希的很多同事。 我非常感动,沙漠里有新鲜奶油蛋糕吃,真是太幸福了。 更可贵的是,蛋糕上居然有一对穿着礼服的新人,这白纱的新娘,眼睛还会一开一闭。 我童心大发,一把将两个娃娃拔起来,一面大叫,娃娃是我的。 何希说,本来就是你的吗? 我难道还抢这个? 于是她切了一块蛋糕给我吃,一面替我补带戒指,这时,我们的婚礼才算真的完毕了。 这就是我结婚的经过。 我来说,本来就算了。 好